香港女星周莉琪年過35 肌膚看起來依舊像20多歲 身材更是沒話說 問起保養秘訣 她說是靠運動來著 做運動 比如說今天我出來之前 可能8點鐘起來就是做運動 可能排毒啊 或者是我覺得現在 嗯...必須有這個狀態 我覺得狀態是 我說實話 我其實不太喜歡做運動 很懶的 但是我為了 工作的狀態好 顯現到大家的面前 是非常好的狀態 我必須要對自己有責任感吧 對 而且對我的工作有責任感 所以我必須要去做 但是我覺得 邊做運動邊 有時候我覺得挺開心的 然後會覺得可能 對皮膚也好 對身體也好 這次來台灣工作 周莉琪不忌口 還說工作完一定要吃麻辣鍋 完全不在意火鍋的高熱量 吃點辣挺好的 因為我們可能是南方人吧 南方那邊比較潮濕 可能吃點辣比較好 後來我 現在有一點口味改變了 吃點辣我覺得都挺貴的 所以我 今天晚上可能都會跟朋友吃麻辣鍋 在台灣 如此喜愛台灣美食的周莉琪 也表示若是有機會來台灣拍戲 最想拍窮瑤劇 還真是有少女情懷啊 就是我希望拍熊瑤姐的一些電視劇吧 因為以前太經典了 而且小時候真的很喜歡看 現在如果真的 我能有這個機會 跟她合作 能拍到她電視劇的話 我覺得非常榮幸 去年中周莉琪 與男朋友徐正希分手後 感情空裝將近一年 到底有沒有對象 周莉琪則表示一切看緣分 還說現代女人要學著更為獨立和堅強 那妮琪現在狀態這麼好啊 最近演藝圈喜事也蠻多 那自己的呢 自己的呢 自己啊 嗯 正待這個時間來吧 因為我 我也沒有說可以去找 或是去等待 但是我會 邊工作 邊去等這個人出現吧 現在目前為止還是工作為主 心裡有怎麼樣的條件嗎 還是就是真的隨遇而安 條件啊 嗯 都沒有怎麼樣 是男生都ok了 對你好就可以了 對我好是男生都ok了 這女人是我覺得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現在女生跟以前不一樣 我覺得 有自己的套得 或者說獨立的能力 比如說能有自己的工作啊 有自己的愛好啊 不應該永遠靠男生 或者是在家裡面帶孩子怎麼樣 我覺得可以有自己的家庭 但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法 這個我覺得 反而會有自己的價值 我覺得女人 必須要這樣子現在 嗯 以往女星是越年輕越吃香 而時代改變 許多女神反而是不畏懼時間壓力 越成熟 越吃香 一天移情越 採訪報導 好